欢迎回来 赶来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买了鱿鱼丝 不如来做鱿鱼丝炒藕片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道食谱的莲友 其实也可以做出两道菜哦 像我这样做 简简单单就有两道菜可以吃了 藕片吸收了甘鱿鱼的鲜味 很好吃哦 莲藕能健脾止泻 开胃合中 由于味道不佳 食欲不振者恢复健康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 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莲藕 干鱿鱼丝 姜 油鱼丝炮软备用 莲藕去皮切片 如果喜欢吃脆口莲藕的朋友 那么准备好材料 就可以下莲藕一起炒 这样炒出来的莲藕 会很脆口好吃 如果喜欢软一点的口感 那么就可以把莲藕变成两道菜了 做法很简单 就是先把莲藕用来煮莲藕汤 煮好后把莲藕捞起 用来炒这道菜就可以了 将切末 炒香姜末 炒香姜末 下鱿鱼丝一起炒 下鱿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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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锅边倒入少许水一起炒 下一汤匙蚝油 一茶匙盐调味 然后就是炒炒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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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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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的臭味或者酸味,那么这样的脸藕已经变质 判断脸藕是否坏掉了,还可以通过观察脸藕的藕丝进行判别 好的脸藕藕丝多,拉的时候不易断 要是脸藕坏掉了,那么脸藕掰断之后几乎没有藕丝 其藕丝是不相连的 不适合食用脸藕的有三类人,孕妇,消化不良者,寒性痛经者 脸藕生吃也是十分可口的,所以一些人也会选择这种吃法 觉得这么吃也没事,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吃法 尤其是对于消化不良者,因为脸藕本身不易消化 消化不良者更容易引起肠胃吸收不良,反而诱发疾病 我们要注意生活中不要给以上三类人使用脸藕 而且不能将脸藕与大豆,白萝卜,动物肝脏一起食用 除此之外,长期吃脸藕有益于健康 脸藕口感鲜美,受很多人的喜爱,但是脸藕一旦变质之后就不再建议吃了 而且味道也不好吃了,那如何鉴定脸藕已经坏了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脸藕的表皮,判断它是否坏了,可以从颜色进行判断 一般好的脸藕是黄白色的,也有红色的 要是脸藕的表皮颜色变深,且上面附有大片的黑褐色板块 那么多半是坏掉了 脸藕保存不当就很容易滋生细菌以及微生物 从而导致其变质 要想脸藕保存时间长 那么首先可以把脸藕清洗干净 然后将其放进水缸中 注意不要是铁质的容器 加满清水 建议每个星期换一次水 这样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 对了,如果您在寻找蔬菜食谱 欢迎到我的早蔬菜系列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783个蔬菜食谱 而且还会不断增加新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